後面多說我趕快來想一下 你怎麼搞的 你還不想 我今天錄完精神會分裂 吃東西是這樣子 一定要有那個唯美的鏡頭 對… 跟一段戲一樣 你要有前戲 然後… 他吃完要對鏡頭眨眼睛 好 來囉 可以拉多長 這個 我當場變印度麥克風 硬啦 硬啦 甘霸的老人 好不容易有自己的節目 你不要一直來亂啦 誰請他的啦 我們聽說你們這期要抱清楚講 對啦 對不起… 我不得不講 他的白色慕斯的地方 是滿滿的蟹肉的那個汁 蟹肉的那個香氣非常的濃 是在慕斯 然後在慕斯帶著把你化開的過程中 你會讓他小聲耶 我去吃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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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 我準備下一道 我去吃你吃 這個就很一樣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東西了 我沒有東西了 這裡要… 好啦 沒事了… 沒事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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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走 不要那麼拍戲啊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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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沒事了… 那妳不再講口感 對 那妳不再講口感 對 就妳講 給妳講 妳講一下啦 妳快喝完了 我需要一點時間 幹嘛 不要這樣子啦 我這個味道好恐怖喔 我們是在錄美食節目 找個男人在錄美衣 對呀…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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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味道又更濃耶 超級香喔 其實新鮮的松露 它的味道會比較天然自然 很像在森林的感覺 對 妳好在森林 對 妳好在森林 會收你味 它入口之後 你已經吃了喔 我已經小心 反正這麼多天 我已經… 再跑再跑 那我想問一個 關於松露的都市傳說 怎麼了 就是我曾經有聽說 最早這個松露是有豬發現的 是真的嗎 沒錯 因為… 而且是要母豬喔 原因是因為就是 它有一個味道 那是有點類似 公豬唾液的荷蟲 肺蘿蟲 對 肺蘿蟲 後來的松露獵人 用母豬去找松露的時候 都發現松露都一直被豬豬吃掉 喔… 越來越少 所以它才訓練狗一狗的 狗一狗 後來就變狗 我剛剛不是才吃涼片嗎 我剛剛不小心 突然打了個格子 然後就發現會不會 難怪我也拿了這裡的瓦斯 沒有 它怎麼會有松露這麼濃 才兩片耶 熱氣上面就會更香 跟剛剛文保的味道不一樣 哇 來來來來看一下 我剛剛特別把所有的料 給融合在這個裡面 你說上面有什麼 有 松露嗎 還有帕塔諾起司的 義大利的起司之王 最大的那一件起司 對不對 然後還有我們的牛肝菇 會讓鮪魚 會讓鮪魚 少女鬥手 這代表真的是 真的是讚 那好好吃 最厲害的是 它所有食材的氣味 都不是說非常強烈跟濃郁 但是它會是那種淡淡的 在你解決的過程中 慢慢的一樣一樣的散發 它的那個每一粒的米飯 都包裹著你的這個醬 你看看 你看看 背松露跟這個水鍋蛋液 包覆的濃郁 哇 真的是太令人氣了 聲音很大 喔 欸 你很少發出 哇 吃拉麵的聲音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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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只是聽聲音的話 太怪了吧 還好我們有畫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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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是那個松露外面 果附了一層蛋液 所以它的松露會變得滑順 接著最後它的脆度 才會到這個綠竹水 整個水分在你口腔中 繼續 欸 沒有吧 真的 它是這樣子吧 就是跟伏伏山對到眼的時候 就這樣子 就是結帳的 結束買單 對 我們節目很郁家娛樂耶 這一集好開心啊 那妳算是做校服吧 那是想辦法讓我雲分的一個啊 好 妳是鮪魚嘛 對 所以這個黑鮪魚應該很有興趣 所以這個就給妳 而且其實我真的滿愛烏米的 那對 那我覺得 那我就勉強一下 我就融化 好啦 好啦 默契很好 然後一個主持人 開始不要臉的時候 是不是怕很餓的時候 很好吃 Oh my God 好餓喔 好餓喔 大家聽嗎 海鮮那個航空母艦 直接開進去妳的嘴巴裡面 真的好變態喔 我先講黑鮪魚好了 因為它一般我們知道黑鮪魚 都比較像是 像奶油一樣奶油 然後融化在嘴裡 可是它這個經過乾式熟成之後 它的黑鮪魚 它變得很滑順 所以你吃得到魚肉的口感 但是又不會讓你就是 有那一種過於膩口的感覺 對 這個我覺得是熟成的厲害的地方 那最後一念那個魚子醬呢 是點綴它的鹹度 你不要鬧啦 你閃一下我剛剛怎麼對你的喔 你閃一下我剛剛怎麼對你的喔 對阿 什麼意思 什麼分不 你想一想 好啦好啦 來 那我先 弄我的部分喔 我先洗一下 我先洗一下 你現在講什麼吧 會不會太多 你尊重一下啦 就是尊重啊 這才是尊重啊 太多了啦 我過分 我剛剛幹嘛分你啊 真的是 好 這是我的 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要有分別 沒關係我不要吃麥芙 可是我可以吃其他人 好啦 我剛才給你分你完整一份 有啦 而且要跟我完整的做菜 有啊... 這樣 這差不多意思啦 沒有我自己 總有一天 對 好 那綴魚先好了 這要先嗎 我好可憐喔 儘管他是豆芽菜 我相信他應該會給我一半 他帶住我了 你有看到嗎 沒事沒事 來來繼續 我還是蠻好吃的耶 他豆芽菜裡面 有吸附了這個麥芙的香氣 它有那個蛋液的那個香氣 所以他的豆芽菜 就是有火腹做的那個海脆醬油 所以他會有淡淡的那個 海鹽的那個鹹味 鹹甜味在嘴巴裡 然後我就不客氣了喔 來 哇 你看啊 我拿快一點 好香喔 它的肉汁全部塑在裡面耶 來 來 看一下 天啊 天啊 我的好小乖喔 你有加什麼嗎 沒有 有沒有 就是我們的牛特別的牛 它什麼都沒有加耶 我是覺得像一般我們吃到這種 濕濕熟成或乾濕熟成牛肉 通常它的熱味會比較香 比較重一點 是 可是你們加的是那個 油脂的奶香氣比較濃郁 對 跟我們一般吃到的濕濕熟成或乾 完全不一樣 好 我現在來吃 來喔... 一小籠包 提味 你看 給你看一下 它的湯汁真的不一樣耶 它的湯汁是有一點 顏色比較深 橡油色的感覺 一般我們吃到很多是那種 比較清湯色 先喝一口它的湯 看看 它的那個湯汁真的很香 那個香菇的香氣 跟那個海味比較重 而且我覺得它們家 這個小籠包 一般我們外面吃到的不一樣 它是屬於比較有口感 對 它皮很薄啊 對 可是還是有口感喔 這才他們厲害的地方 我來吃吃看這個 我很好奇的百葉結 因為第一般我們看到 都只是純百葉而已 比較少看到這種 裡面還包有肉的這種百葉結 是什麼口感 其實裡面的肉餡 是稍微有調味過 所以你吃起來本身 它的那個香氣是油的 然後加上這個百葉去包覆 它會多了一個層次 它的百葉的香氣 跟那個肉餅整個融合 而且我跟你講我覺得最棒的是 它用的這種就是 這個好好吃喔 豆泡 豆泡 它的孔縫是不是比較大 更可以吸那個湯 對 它裡面加了一點榨菜 那種酸酸的味道 其實非常開胃 而且你看 我們這樣吃完麵食之後 來一碗湯 就覺得整餐很滿足的感覺 這個算是我第一次吃到 這種的 是喔 我之前也沒有吃過這一個 算是第一次的 其實它就是像那種鹹燒餅的感覺 鹹燒餅 有一些燒餅有的 還會有放一些肉 這個沒有 其實我覺得它最大的香氣 其實是來自那個 蔥被那個整個就是蒸過之後 它的那個蔥的那個汁那個水 跟它的那個餅皮 千層餅皮 就是一層一層都融合在一起 最後是它蔥的甜味 從裡面這樣噴發出來 我覺得這個很棒耶 完全投力 雞肉跟裡面的料 全部都組合在一起了 好不好 這個比我之前吃到的還好吃 100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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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因為我之前吃到的很簡單 就是雞 然後一些中藥材 但師傅很厲害的是 他把中間放了很多 他炒酷的一些香料 然後它的雞肉裡面外面表皮 是那種酸菜跟荷葉的香氣 但它內餡是這些筍子的香氣 然後整隻雞的層次變得超級豐富 真的喔 好好吃喔 掛包配肉 就是要讓它那個醬汁 吸附整個掛包 是不是燙的 對 所以還要趕快 來... 瑋瑜先吃 這個三層肉的比例其實很剛好 不會過於油膩 但是那個油脂的地方 剛好跟瘦肉是完全的混合 重點是這個掛包皮很好吃耶 然後大小剛剛好 來 吃吃看 真的一點都不油耶 它的那個鱔魚是很綿很滑的 然後真的我覺得很像是 另外一種鰻魚飯的那種成分的方式 因為其實我本人還滿怕鱔魚的 可是沒有想到這個鱔魚 會讓我覺得對鱔魚改觀 它把它的那個 真的很厲害耶 讓大家的覺得不好的那個缺點 有一些人不喜歡的 是 就是因為鱔魚隱藏 因為其實我平常是滿 滿怕鱔魚的 那我自己平常自己去台南 也比較少會點到鱔魚類的料理 但今天我覺得這個翁師傅 有讓我對鱔魚料理改觀 會讓我突然覺得 鱔魚是一道很美味的料理 好奢侈喔 一口耶 來 慢慢品嘗它的味道 甘蔥不甘蔥 香不香 它是化開的 對 它是化開的 瞬間耶 瞬間耶 對 它 而且你不需要用任何力量 你只要輕輕往上餓碰一下 它就會在你口香裡化開 對 然後它的鹹度真的沒有到說非常鹹 就是淡淡的鹹味 剛剛好 剛剛好 就是我們調製出 適合台灣人的口味 是有厚度在裡面的 對 台灣竟然有這麼強的魚子醬 我覺得它到嘴巴裡 到現在我們吃完 留在口香的感覺 有點像是喝什麼 魚精湯的那種感覺 魚精